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世界观news讯由汤姆哈迪,汤哈迪主演的独夜2,屠杀开始,Venom,Let There Be Carnage,终于在昨日,5月10日,晚上约9时,公开首条预告,究竟这条全新预告有,否跟之前,莫比亚斯,暗夜博士,Morby is young, 与蜘蛛侠,有联系呢,在2018年,上映的独夜,Venom,在全球大收超过,8亿美元,而当时电影片尾介绍了,游活的夏里逊,Wordy Ha,Elson,饰演的写蜘蛛,宿主Clytus Cassidy,当时他扬言,一旦成功逃狱,将会大肆杀戮,Carnage,而在长约两分半钟的预告中,粉丝终于见到写蜘蛛的真面目,在预告开首, 见到汤哈迪,饰演的Eddie Brock,已经与共生体毒液,成为好朋友,见到前者,在屋内贴上规则,不准食人的告示,而窝心的毒液,还为Eddie Brock煮早餐,之后镜头一转,来到晚上,Eddie Brock来到杂货店购物时,杂货店的老板娘陈泰,竟然会与毒液还会打招呼, 而后者,也非常有礼貌的回应,究竟如今,除了写蜘蛛宿主Clytus Cassidy一,即Brock的前卫婚妻,及陈泰知道毒液的存在外,还有其他人,知道此事吗? 除此之外,影迷的焦点也落在,首次在大萤幕亮相,由活得夏里俊饰演的写蜘蛛宿主Clytus Cassidy身上,这位角色在预告,约1分22秒时,一手,把台上的蜘蛛杀死,是否画中有画,则留待影迷,自行判断,最后,相信大部分粉丝,都会留意到一份,号角预告,Daily Bugle的出现, 这也是对于Marvel漫画及蜘蛛侠非常经典,极重要的报社,当时饰演警探Mulligan的Steven Graham身上拿着号角预报,而头版的报道,就是关于连环杀人狂的,写蜘蛛宿主Clytus Cassidy 导演Andy Serkis,Andy Serkis,与IGN卸购,预告时也表示,这是与蜘蛛侠,有关联的情节,独夜明显的,与Marvel电影宇宙的蜘蛛侠,及蜘蛛侠的故事,有关联,但在这情况下,我非常重视,这个问题,因为这是独夜的世界,它也有它的故事,及世界,当然号角日报,是致敬未知,然而有影迷发现,爆章的商标设计,与Sam Raimi 的蜘蛛侠系列电影,一模一样,这是否意味着,平行时空的出现呢?编辑,张艺佳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